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就是谈到咱们在生根这一块 常提到的有这个海藻精或者是矿源黄斧酸 这两种最为常见 那么这个海藻精和矿源黄斧酸到底能不能够跟肥料混用呢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 就目前来讲我们这个所使用的这个效果来看 相对来讲就是海藻精的效果肯定要比矿源黄斧酸这个效果要来的好一点 因为我们用的一般以进口的比较多一点 另外就是说这个矿源黄斧酸 那么它受的这个局限性比较高 因为矿源黄斧酸基本上就是pH值都达到8到12之间了 就是说严重偏碱性了 咱们肥料的大部分是生理中性或者是偏酸的 它容易导致一个酸碱中和 另外就是说有些地方 地下水的这个EC值就是盐分 都达到这个1.6 1.7这个范围内 可以说里面的钙源含量非常高 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矿源黄斧酸以后呢 它这个效果就很差 容易这个结合 这个海藻精呢 它的pH值呢 基本上是在这个8到10 一般的不建议啊 咱们朋友们就是说 不管是海藻精啊 或者是矿药黄斧酸的 不建议跟咱们肥料直接去混啊 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快速的通肥的话呢 那么您可以这个短暂的混合一下啊 这要不发生沉淀 如果说咱们朋友们 比如说很多在搞乌土栽培的啊 这个如果说咱们这个一池水平有30方40方的这个水量 我分一个阶段大概需要十几天的一个水量的话 我不能够立即用完的话呢 啊 那么我就建议 这个你随配随用 或者说是单用啊 或者说是单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